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呢,在持續做安裝分享的車款呢 這個是10.5代的Artist 那這段影片呢,首發是在Artist的FB的粉絲團裡面 早上也有一台是11代的,都是Artist 那車主的話也都有做了一些基礎的改裝 安裝的版本都是一樣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一顆又是一樣,又是愛馬龍,好像就變成標配 其實這不同台,但改裝的東西好像都差不多 介紹的東西應該也都差不多啦 因為這兩個版本都是KT的道路板 背景聲音呢,師傅還在施工當中 所以氣動板手啦,或者是機械的聲音呢,會比較吵雜一點 請各位多多見諒 然後這裡一樣是有一個上座 這個10.5代呢,它的上座呢,藏的比較裡面一點點 今天沒有小編齁,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所以手有點不太夠用 好,這裡的話,這個是BNG的上座 那這裡呢,一樣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就是阻尼旋鈕 它往順時針就會變硬,往逆時針就會變軟 而且KT的話呢,不用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不論是前面的上座,或者是後面上座 KT都有附新品,不用再拆原廠來沿用 那基本上這一台呢,是跟早上介紹開直播的車款 都是一樣,都是道路版的 所以前面的彈簧公斤數,一樣是配置了7公斤 一樣配置7公斤 那這位車友也是一樣來試乘,早上那一部車之後 就決定說,覺得KT的產品不錯 就立刻要安裝 那車高的話呢,會比早上的略高一點點 前面的話大概是兩指半 後面的話大概兩指,有四分之三指 還不到三指幅 所以車高的設定呢,會略高一點點 我切個電風扇 好,這樣關掉應該背景聲音比較安靜一點 那九代的Artist呢,我們也有做 九代的話記得是四顆螺絲的旅圈 九代,十代,十一代,十二代,KT全部都有做 那如果有需要做試乘呢,也請車友們不用客氣 找我們的小編聯絡 或者是文章的下方會寫上有一個KT官方的LINE 也可以從那裡呢,跟我們小編聯絡都可以 那這個是十點五代啦,十代,十一代其實都差不多 這個螺絲呢,是大的 所以它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啊,或者是離載串的位置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不用再多花錢買強化的離載串 或者是改短的離載串 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記得ABS在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把它懸緊 我們來介紹一下用料 用料的話,早上的ABS的直播也有介紹過了 KT所使用的主女友 是義大利一整筒進口IP的主女友 那油風的話,使用的跟Tim的一樣 阿提斯好像也蠻多車有裝日本的Tim嘛 Tim的話呢,使用的是日本最大廠牌NOK的油風 那KT的話,一樣使用的是NOK的油風 而且KT本身就是工廠囉 所以如果用了三五年之後 有覺得要做更新、翻修都沒有問題 不用再換總層件 什麼東西壞掉,我們就換什麼東西就可以了 阿上座的話,有軸承嘛 這個上座,我們也是用日本的軸承 都是很棒的零件 好,那我開 我後面來介紹一下 因為師傅安裝的速度很快 這台車呢,車友真的很捧場 很謝謝大家 所以,師傅拆裝的速度都非常快 因為熟門熟路嘛 好,這個是十點五代 十點五代 那十點五代的後上座 一樣是在後椅背的後方這裡 這個位置呢 剛剛影片中有介紹 我們再講一遍好了 椅背要往前先 我們把椅背往前先之後 來,像這個椅背往前先 它的上座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把它往車的中心方向把它搬開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了 上部的結構 那阻尼的話,一樣從這裡來做調整 跟前面一樣啦 瞬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一共有三十噸的阻尼可以調整 另外一邊的附架那一邊的後面 也是相對的位置 都是一樣的調整方式 那KT的後面 避震器我們所使用的配置呢 是有附上座的 有附後上座 它的拆裝其實還蠻簡單的啦 那裡面有兩顆螺絲 後面的話一顆螺絲 外面一顆螺絲 那下方的話一個直幣 下直幣的固定點 就可以把便利拆下來了 那這個彈簧 我們也有做過改變 原來的話是比較短一點點 後來讓它的長度啦齁 再加長 所以現在的長度呢 是19公分齁 就是大概190mm左右 公斤數是5公斤 那今天後面的車高 大概2又4分之3隻啦 也沒有特別低 那當然也比原廠還要來的低一些 穩定度啦齁 種種的表現 操控性一定會比原廠來的好很多很多 驗車方面 驗車的話 其實的齁 如果我們要走正 正規的那個 是可以去變更車高的齁 只要拿著發票呢 就可以到監理站把車高做變更 所以 車高的部分驗車的話 倒是都沒有問題 可以走正常程序變更 那也可以走 也有其他方式 譬如說有的 現在驗車不太會針對車高去做 做集合啦 當然 如果降到很低的那種海拉風 那個就另當別論 這個的話 比驗廠低一點點的話 驗車都不是問題 那改裝便器也都是可以可以允許改裝的 這是10.5代車有的車顧得很棒齁 好我們都已經安裝完畢 因為這台車 好啊 可以上台了 師傅已經安裝完畢了 要準備要上台了 這個旅圈還都是原廠的16吋的規格 原廠的話 輪胎是225 556 早上那一部的話 有改裝17吋 所以是215 4517 它的扁平比比較薄一點點 如果車友還有 對這台車安裝便器有任何問題 不用客氣 請立刻在線上發問 我們就會把鏡頭呢 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阿提斯的原廠旅圈羅帽 其實是要注意的齁 它的規格呢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剛好師傅在拆裝旅圈 我剛好看到 像這個規格呢 它的跟改裝旅圈的羅帽是不同的 改裝旅圈的話 它的角度呢 是像這樣子有60度角的 所以如果用這樣的羅帽 來鎖原廠的旅圈 它是不太行的齁 它是只有一個線在接觸 但是像這樣的原廠羅帽 配原廠旅圈才是合的 它是整個面是不會搖晃的 所以像這樣的旅圈 原廠的旅圈 就需要配上原廠的羅帽 才是OK的 可是這樣的羅帽呢 也不能鎖在改裝的旅圈上面 改裝的旅圈通常是這樣的60度角 像這個就比較適合 可以裝到18 對啊對啊 像Artist的話 應該很多的車友 是改到18吋的旅圈 然後輪胎的話 是配置25、40、18的規格 當然啦 車高再降下來 再配上18吋 整體的氣勢呢 就會好看很多 可是動力畢竟不大 所以多多少少啦 會有一點點重拖 所以Artist應該 遇到最多的就改到17吋 18吋現在也不少喔 18吋也會好看很多 有一台在 也是應該是Artist的車友吧 在彈子的美式旅圈 那邊改裝的 那一台是改到20吋 Artist是改到20吋 白改降為先 對啊 降低下來之後就會好看很多 其實Artist的車款 就是很經典啦 那 改個旅圈 然後側高降低之後 整體的外觀氣勢就會很好看 像這個 10代10.5代 我記得有一個Z版 它有大包 然後11代的話 跟11.5代有一個X版 X版的話它的 就有大包 整體的 再加上18吋 甚至是19吋的 哇 整體的氣勢又都不一樣 這個是10.5代 對 10.5代 OK 以上是今天的Artist的安裝 KT道路版的避震器 直播分享 那如果 車友們 有像今天的 車主一樣 有需要試乘呢 千萬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聯絡 很歡迎大家來試乘看看 那產品的話 覺得滿意之後 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考慮安裝就好了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